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天涯神帖 如何向上社交让贵人帮你改命 作者 九哥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几个有能力改变你命运的贵人 大家都想向上社交 但是贵人凭什么帮你 你有什么利用价值 这个世界只有父母才会无缘无辜的帮你 所谓的贵人相助 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大佬 看中了你的某一项能力或者资源 想利用你帮他赚更多的钱 而你趁机抓住了机会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功上位 帮大佬吃肉的同时自己喝了一口汤 这就是贵人 而不是说有个大哥莫名其妙看你顺眼 给你转账一千万 这不是贵人 是傻子 大哥如果这么傻 能赚到钱吗 能成为人上人的都是人精 一个比一个现实 人脉的本质就是互相利用 当你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你有很多朋友 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没朋友了 这没什么可抱怨的 越穷的人发现自己被人利用的时候就越不爽 而有实力的人往往喜欢被人利用 真正懂人脉的人是绝对不会等到 需要求人办事的时候才去送礼的 一定是先把人情送出去 不求回报 不谈条件 一旦你让有实力的大佬欠了你的人情 对方一定会十倍奉还你 不用担心大哥占了你的便宜而把你忘了 一个人的成功不可能只靠他自己 一定有一大群人在帮他 一个会欠人情不还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帮他呢 能够混出名堂的人 滴水之恩绝对涌泉相报 没有例外 越穷的人越喜欢占便宜 穷人能够花关系搞定的事情 绝对不会花钱 到最后人脉越来越差 越来越穷 还自以为很聪明 而有钱人能花钱搞定的事情 一定不会欠人情 所以当你真正主动想被大佬占便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人情没有那么容易送出去的 如果对方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 根本不会接受你的巴结 因为他不想被你利用 他知道收下你那不值钱的土特产 马上你就有求于他 马上就要利用他 大家都知道 人脉很重要 所谓的发展人脉 就是找到一大堆牛逼的人 搞好关系 随时利用他们 那么你的利用价值是什么呢 如果你不想被人利用 如果你没有利用价值 别人凭什么被你利用 有一种很可笑的言论是 挤不进去的圈子不要应急 错了 挤不进去的圈子才要应急 能自然融入的圈子 多数都是向下社交 哪怕平级社交都是需要主动的 所有向上社交都是应急 你难道想让马云主动跟你说 小伙子 我看你长得挺帅 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吗 挤不进去的圈子 当然要应急了 万一挤进去了 挤了十次都失败了 无所谓的 也就丢脸吗 穷都不怕 你还怕丢脸吗 万一第十一次挤进去了呢 我身边有钱的朋友硬层圈子 最后事业越做越大的案例数不胜数 向下社交当然会让你很舒服 向上社交当然会让你自卑和焦虑 选择安逸并不丢人 但是总有一些人像我一样不甘平凡 我们这些渴望成功的人也没有错 这就是我们自己选的路 我这一年投资了这么多企业 能赚这么多钱 不就是因为我向上社交 拿到了很多资源吗 如果你一无是处 你指望向上社交 而贵人帮你改命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活到了一把年纪 不仅一事无成 甚至在任何方面 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价值 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有的人甚至明明觉得 这篇文章对你很有帮助 一个免费的赞也不愿意给我点 生怕自己吃亏 所以结交贵人的关键 其实是在向上社交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优势 放大优势 然后主动被占便宜 当你把很多人情 送给这些比你强大的人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人脉越来越强大 帮你的人越来越多 事业越来越顺利 不要谈条件 只有额外给的才叫人情 这篇文章对你非常重要 我把我白手起家创业十几年来 一步步走过来的很多人生智慧 都写在里面了 本文全篇共计六万字 出自天涯神帖一千篇合集 由于内容受限 大部分文章无法公开 包含帝王术 底层翻身秘书等 如果您喜欢 完整版请看全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